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发生一起自杀式的袭击事件 目前已造成至少31名平民死亡 50多人受伤 喀布尔警方称 爆炸于当地时间10点左右发生在喀布尔西部城区一处选民登记中心 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入口附近引爆了炸弹 袭击者本人当场被炸身亡 极端组的伊斯兰国已经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此外 阿富汗东北部的巴格兰省一处选民登记中心附近 今天也发生了爆炸 造成至少7人死亡 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本月1号宣布 将于今年10月20号举行议会选举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日前再次提醒 在亚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减少外